好,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请看到106页 我们介绍2-2的最后一段 我们探讨两条歪斜线之间的一个距离 好,两条歪斜线之间的一个距离 好,我们看到图形的24这边 好,24这边 好,这两条歪斜线的一个画法的话呢 L1一条线没有问题,对不对 L2这条线,那么为了表示和L1是歪斜 所以我们在L2这边会加上一个平面的一个样子 代表说L1跟L2的这个所在平面这个1呢 L1跟1是在不同的平面上 那么这时候这两条线就有一个歪斜的话呢 在他们之间有一个同时垂直 这两条歪斜线的一个线 我们叫做公垂线L 那么这个公垂线我们除了找它的方程式之外 也可以找他们这两个交点PQ之间的一个什么距离 所以大家看到第三行这边 L1和L2上分别有一个点PQ 使得PQ同时垂直L1和L2两条直线 那么PQ就叫做他们的公垂线段 公垂线段 公代表是同时发生垂直的这个什么线段 那它所在的直线就叫做公垂线 我们就将此公垂线段的长度PQ叫做 这两条歪斜线之间的什么一个距离的表示 好,我们直接看到立体的11这边的一个例子 L11分之1-1等于Y分之1分之1-2等于-1分之1-1 L2呢是6分之1-8等于2分之1-7等于-3分之1-2 互为Y写我们检查一下 它们的方向向量确实是不相等 好,找距离还有它们的公垂线的这个什么比例式 来,我们请看107的这边 107的这边的话呢 如图25这边 我们的想法上就是等于说 把这两条直线它们的比例式转换成为什么 参数是P点就可以把它列出来 Q点可以把它列出来 那么PQ两点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找一个什么向量 好,既然同时垂直于L1-L2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相对于这个PQ向量 和L1的方向向量V1 还有和L2的方向量V2 就同时也会垂直 所以这时候又来了 只要是向量垂直就会怎么样 内积等于0 内积等于0 所以我们看到107的这边 我们将P点坐标利用它的比例式写成 1加T,2加T,1-T 这是从它的比例式转换成为参数式 Q点坐标呢 是利用L2的比例式转换为 8加6S,7加2S,2-3S 因为这两条不同的线嘛 所以它们的参数当然会不一样 好,所以这时候很重要的 我们把这两个点的坐标去算一个什么 PQ向量 两点有向量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相减相减完之后 是6S-T加7 2S-T加5 -3S加T加1 好,这时候就来的重点是什么 PQ这个向量会同时和两条线的方向向量 11-1 还有62-3怎么样垂直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去做内积等于0 内积等于0 所以这个问题请注意哦 我们的V1向量和PQ做内积 V2向量和PQ做内积都会等于0 所以这时候把它通通按照内积公式 乘出来之后 展开ST 去把它做个计算化减完 会得到一个ST的 2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11S-3T加11等于0 49S-11T加49等于0 我们可以顺利的解出来 T和S的答案 也就是0 T等于0 X等于-1 那做出来这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带回去各自的 P点坐标带T等于0回去 P点坐标就是121 Q点坐标呢 要带X等于-1回去 就可以得到它的坐标是255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把 这两点去算什么 距离公式 就可以找到 这两条Y斜线之间的 公垂线段的长度 利用距离公式 就可以把它大概算出来 大概算出来 好这就第一小题的结果 第一小题结果 那第二小题我们要去找 这个公垂线它的一个什么 比例式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它本身已经有向量 PQ向量 P点Q点 两个点坐标 做一个向量出来是134 255去减掉121 可以找到134 就是它的一个什么 方向向量 好方向向量这时候 通过P点 我们可以写成1分之 X-1 3分之Y-2 4分之Z-1 那同学可能想说 老师可不可以通过Q点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多少 1分之 Q点坐标是2 对不对 X-2 也可以写成 3分之Y-5 再写成什么 4分之 Z-5 当然可以 你又要找P点来写 或者找Q点来写 都可以 它们的方向向量都是同一个134 也就是 这两个垂直 点PQ 所形成的什么 方向向量 形成方向向量 所以这个例子 主要就是在这个逆积这边 计算的时候会比较复杂 同学一定要小心计算 这样就可以把S跟T 顺利把它算出来 顺利把它算出来 来下面我们107月下面的 随常练习 随常练习这边也是一样 老师就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问题也是一样 会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没有关系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结果 来我们看到107月这边的 随常练习这个结果 已知L1 是X等于1加3T Y等于-7-4T Z等于-T 那么L2呢 是3加 X是3加2S Y等于1-3S Z等于多少-2S 互为Y斜线 我们先检查它的 方向向量 3-4-1 2-3-2 对不对 确实不平行 好那么 求这两条直线的 直线的 公垂线段的距离 好我们一样简单的 把这两条线 画一个图形在这边 L1 一条线 那L2呢 它所在的平面是这个 用铅笔画的斜线的 这个平面 代表说 它们是不同的平面 好那么 有一条公垂线 同时垂直L1在P点 垂直L2在Q点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 这个P点座标 写成什么 1加3T 负7-4T 负T 这个就是我们的 利用参数式来写的结果 同理 Q点座标就写成什么 3加2S 1-3S 和-2S 也把这个参数式写过来 所以这时候 一样去找PQ向量 同时垂直于V1 3-4-1的这个向量 同时垂直于V2 2-3-2 这个向量 所以要特别注意 我们参数式写出来之后 它的 这些数字的意义 写在参数前面的 这个系数叫做 方向向量 所以以下呢 P点座标写好 Q点座标写好之后 我们再去写PQ向量 所以这个地方 特别坚强 我们做相减 后点减前点 2S-3T加2 4T-3S加8 -2S加T -2S加T 好 这时候呢 同时垂直于V1 也就是3-4-1 再来垂直于V2 也就是2-3-2 分别我们就去写两次的 内积等于0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都是去做 它的DOT 会等于0 它的内积会等于0 好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之后 T跟S通通整理完 可以得到一个 二元一次 TX的一个什么 连立方程式 可以解出来 X等于0 T等于-1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 带回去找到PQ向量 找到PQ向量 因为我们现在 虽然练习只有算 它们的距离而已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向量 找出来之后 再去写它的一个绝对值 做距离的计算 做距离的计算 所以我们最后这个例题 11呢 找歪斜线间的一个距离 用公垂线的一个方式 来找这个公垂线段的一个长度 这种问题基本上想法上不难 重点还是强调一下 就是说 我们最后 在做这个内计等于0 这边 这个计算会比较复杂一点 但绝对不是困难 因为 它就是S跟T的一些 系数乘起来会比较多 然后呢 要小心计算 而且最后这个解连立的时候 这些系数也是比较不好算 但是还好 我们这边 还是可以顺利把它算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的2-2 最后一个例题 算是比较 计算比较 啰嗦一点 大家就要小心计算 小心计算 这样了解了吗